第一屆 然后陈老师 各位习友大家好 然后我都没有教过大家 因为我最年纪 那其实我跟陈老师 有点刚好相反 他退休12年我在这边教书 13年 然后我想我是 上个礼拜也是参加我们自己 同班的同学会 那时候有一个感触就是 我写了一句话什么叫历史 就是你的生命 我的故事它的记录 然后就变成历史 那 所以我想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点 不管是50周年 40周年还是10周年 我想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故事 会继续发生 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冲造历史 然后也希望大家把这个回忆继续带回去 那不管生命多长多短 都是我们自己的人生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老师都很客气 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 欢迎我们第一届的毕业校的 第一届毕业校有没有 很明天 不爱 谢谢大家 谢谢第一届毕业